因為紐約時報這一篇 這個報導就有意思了 因為他說冷靜自信的普丁回來了 這是紐約時報 特別了吧 他就說普丁最近反向英國首相強森 說什麼要學他打赤膊漏胸肌 他說好噁 好噁心 那另外他也講說 你包括了這個什麼芬蘭瑞典加入 他也覺得沒關係 所以他就說其實他非常有自信跟冷靜 這個普丁又回來了 其實我們今天沒有討論 用北約對周邊外交的一些作為 我們都在討論對中國的部分 事實上我覺得北約這一次 做了一些大交易 是聯動性的交易 那基本上對烏克蘭是非常不利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對烏克蘭告知 我們不樂見你提出申請北約 等於就不用進去了 對 我看這個通常我們講 這個戰略概念宣言都是十年為期 所以大概就是十年內沒有機會 那第二個就是他通過讓 那個芬蘭跟瑞典加入 那他同時也宣布不會駐軍 那得到了俄羅斯的回應 俄羅斯就說 那個芬蘭跟瑞典是外國 跟烏克蘭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也不會有那個 芬蘭邊境的核武演習 大概不會有 那你也看到俄羅斯 立刻宣布撤出蛇島 然後立陶宛也在德國的壓力下 宣布對卡里林格勒的封鎖解禁 我覺得這一連串的操作 基本上就是在恍和北約跟俄羅斯的對抗 那基本上就是接下來就人家說 烏克蘭你好自為之吧 那當然我們看到美國啦 美國聽說這個 那個海馬式火箭多管系統 要提供給烏克蘭6加2嘛 可是就說未來你大概可以看到 因為剛剛我們講到那個 俄羅斯國防部宣布 基本上東巴士已經打完了啦 那現在烏克蘭坦白說 他對烏東的反擊 我認為那個能量非常難啊非常的困難 因為他要把兵力集合到那邊 就有一定的困難 所以最可能反攻的地方是赫爾松 赫爾松最近這一個多禮拜 他大概已經試圖打過五次了 那我覺得這個大概就是尾聲了 這尾聲也意味著比如說俄羅斯 他大概對奧德薩啦或者哈爾科夫都是 就是僅限於轟炸或者是導彈的這個攻擊啦 那可能是針對特地目標 可是你說會不會有地面部隊去攻擊 我認為機會越來越低 所以大概就是說他就是鞏固烏東烏南嘛 那最可能會有 就是我們講的下一波戰爭的地方 就是赫爾松 可是我覺得以烏克蘭目前這個狀況 不管是經濟啦或者是軍事要再動員新的兵力啦 然後西方給的武器能不能源源不絕啦 還有每個月是不是可以準時提供50億美元 這些你想一想壓力都很大 所以我覺得恐怕就快要到尾聲了 那就是在這種尾聲的時候 這西方的媒體就開始醞釀氛圍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是看到這篇文章 我就說哎呦紐約時報怎麼回事啊 這個從2月24號以來 首度對普丁用正面的文字形容這樣 首度啊 而且還燈的不小啊 他那個燈的照片是 他到那個土庫班斯坦去訪問 然後那個走路一副很有自信的樣子 然後說他已經脫離出那個暫時的那個危機模式 他已經進入這個自信跟冷靜的一個模式 那意味著他事實上的意思就是 北約這個交易不錯嘛 你知道吧 事實上是皆大歡喜 各區所需啊 皆大歡喜獨缺烏克蘭嘛 你不覺得烏克蘭很可憐嗎 被冷落在旁 那進不去北約 那土耳其也得到他要的啊 庫德族不能搞分離運動 瑞典不支持對不對 那瑞典加入了北約 瑞典加入了北約 而且更奸詐的是什麼你知道吧 CNN也在6月29號 這個也是6月29號 同一天都登出這種新聞 我覺得烏克蘭真是殘忍 6月29號CNN也登了一個獨家新聞 說事實上拜登要擴大北約東擴這個計畫 包括芬蘭瑞典還有烏克蘭在內 都是半年內的計畫 而且是拜登自己打的 他是兩路同時進行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結果兩路進行到最後 他的意見是說 我芬蘭跟瑞典成功了 那你烏克蘭就不好意思了 就這意思嘛 已經有另外一個可以加入了 所以意思就是拜登也得分啊 因為北約還是擴大 軍費也都增加了 把北歐跟波羅地亞都進來 然後那個快速反應部隊 從4萬變成30萬 然後所有的國家那個 國防禁賠都要提高 所以美國也得到他的目的了 所以啊 我說我這個就是 小弟明天要講個題目了 就是小國有時候真的不要輕易 去玩大國博弈這樣 小國真的不要輕易去玩大國博弈 不然你被人家出賣的都不知道 尤其來看到呢 現在普丁被說什麼 美國西方國家要孤立他 沒有啊 他最近很活躍啊 普丁從某一方面也展現了 他這個強韌性 強韌性跟他的領導能力 事實上這場戰爭是不好打 俄國人一開始也講說 我不是在跟烏克蘭打 我是跟北約在作戰 美國啊 對跟美國 你們是聯合起來一起打我 那以俄羅斯的 事實上他的軍事預算 比例是蠻低的 全球軍事預算 他不在只有3.1% 我看 你美國跟北約一起加日本 韓國加起來超過60% 而且日本現在變2% 德國也2% 通通都2% GDP也2% 相當可觀的 對又更多了 你這樣子的一個軍事預算 在烏克蘭這個土地上 打的這樣情況下 你像歐洲國家的話 他們是心裡也有數 另外一萬一萬 歐洲人都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了解 就是說 他們跟俄羅斯關係 是永遠的關係 在歷史上 他們跟俄羅斯 這些打打鬧鬧 這些 那不要多少次了 也不是這第一次 德國跟法國 世仇打了100多年 最後還是要做下來 對 這個是他們的宿命 這地緣決定政治 他們跟俄羅斯 不可能跟美國人那樣子 美國人是一個非常 島國觀念的一個國家 他們隨時他們有搞什麼 孤立主義 美國孤立主義搞了多少次 對不對 本來一次大戰的時候 這個威爾森 把他的理想主義 去捲購一個新的國際秩序 美國國內就說 對不起我們不玩了 我們退出了 我們只要待在我們美洲 過日子就好了 我把美洲 上上下下都打點好 哪個不聽話 我就直接修理 我就夠了 這是非常島國觀念 跟英國一樣 那唯恐天下不亂 可是大陸上的國家 不一樣 他們永遠 世世代代要相處下去 他們是鄰居 世世代代要相處下去 那你說這一次 發生這個戰爭 烏克蘭自己倒霉 被修理得很慘 俄羅斯事實上 也沒有把炮彈打出任何 把這個炮彈打出烏克蘭 他沒有打到任何 北約的國家 事實上這個 在歐洲的衝突時裡面 也算是蠻獨特的 那這些歐洲國家 只是在外面叫 也沒有進去派一兵一卒 也不會 我即使給你武器 也跟烏克蘭講好 你不要去打俄羅斯 對不對 他們之間 就說即使在這種高度 的鬥爭 戰鬥之下 他們還是維持相當高度的理性 那這件 這個戰爭 遲早是要結束的 要結束的話 他們彼此也有很多事要談 那個北溪二號 是不是要繼續做下去啊 對不對 東西現在硬體都好了 那怎麼樣 再回過頭來 那麼再回 把他這個整個的彼此關係 再回復到正常 所以啊 到最後很可能就是 拜登老先生他不去 就歐洲所有國家都去了 就只有拜登不去 對這個對拜登是一個 其實他們也在逼宮 也在逼拜登 比如說我找 我一下就保證 我對不起 年底11月我是去訂 大家都要去 那日期對拜登有點尷尬 因為已經超過11月8號 那如果他選舉選擇 可不可以已經拜選 對已經拜選 所以到時候 他選就一定要去 到時候啊 這個應驗一句話 精華灌溉滿精華 私人獨憔悴 那個私人啊 就是拜登先生 旺旺水神呢 他是微酸性電子次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他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謝謝這個非常慈禧 歡迎大家 來上快點購物化器 還有生成機 都給他買起來 當然 在我的部分折扣碼 可以享有優惠啊 謝謝